大家好 以后剥掉的玉米须可千万不要扔掉了 那样真的是太可惜了 它可是个宝贝来着 把它留起来和车前草搭配在一起 没想到作用竟然这么厉害 它帮你解决了很多人的大烦恼 简单方便省钱又实用 好处真的是拿钱都买不到 视频看完之后你就赚到了 比你中五百万彩票还更值 同时记得点赞关注留言并转发出去 这样能帮助到更多的人 包括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 好了废话不多说了 接下来就把详细的做法和步骤 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 一起来看看吧 车前草是我们农村比较常见的一种植物 它也是一种药食两用的好食材 一般在马路边或者是田野间都会见到 最主要是它的营养价值是特别高的 里面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 维生素 脂肪 水分以及其他微量元素 它能够给人体补充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和营养元素 车前草的浑身上下都是饱 所以坚持用它来泡水喝 对身体的好处是多的说不晚 而且它的叫法也有很多 比如说五根草 车轮菜 牛舌草 猪肚子 前串草 牛田菜等多种叫法 不知道你们那边叫什么呢 如果平时采摘了很多的话 可以把它洗干净之后晒干收藏起来 随吃随取非常的方便 吃上一年半载都不会坏 也可以把它当作一种野菜来食用 也非常的美味 接下来我们先把车前草处理一下 像上面这些黄掉的叶子 或者是烂掉的叶子 一定要把它去除干净 这样我们清洗起来也比较方便 还有里面残留的一些杂草杂质的 同样的把它清理干净 这样食用起来也比较健康放心 所以这一步大家可千万不要省略了 然后我们再用剪刀把车前草的根部剪下来 因为根部泥土和泥沙比较多难清洗 因此一定要把它去除干净 这样清洗起来也比较方便 再把处理好的车前草放入一个大碗中 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用盐 和一些小苏打散开式的加入 大概是一勺的量 最后再来一勺面粉同样的散开式的加入 接着再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 下手把车前草清洗干净 大家都知道车前草是生长在泥土里面的 风吹雨晒难免会沾染到一些灰尘和杂质 而小苏打能够有效地去除表面的农药残留 食盐又能起到一个消毒杀菌的作用 面粉的吸附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它能够有效地吸附掉上面的灰尘和杂质 所以用它们三者来清洗车前草会洗得更加的干净 这样吃着放心也健康 我们在清洗的过程中也可以用手给它甩一甩 把里面的脏东西给它甩出来 不一会儿的功夫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水已经变得非常的脏了 清洗出了很多的灰尘和杂质 先把这些脏水倒掉 重新加入适量的清水把它多淘洗两遍 洗去上面的面粉和盐分还有小苏打 以及残留的脏东西 直到把里面的水洗至清澈为止 像我这样清洗过后的车前草就非常的干净了 表面看上去明显比之前清爽多了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食用了 你们只要看一下里面洗出来的这碗清水就知道了 一目了然清澈见底 每一根都洗得干干净净明明白白的 最后再把洗干净的车前草控水捞出 然后我们再用剪刀把车前草剪成小段 这样不仅能方便出味 也能减少煮制的时间 而且还能使里面的营养成分更好的释放出来 全部剪好之后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个新鲜的玉米 先把它的外衣剥掉 一般我们都是用它来煲汤 或者是把玉米一粒一粒的掰下来 用它来炒牛肉丁红萝卜丁也非常的美味 但是最简单最方便的吃法就是直接用来蒸着吃 口感软糯香甜 可是在生活中有很多朋友在吃玉米的时候 都是直接把玉米须给扔掉了 殊不知它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丰富的 以后剥下来的玉米须可千万不要扔掉了 今天就用它给大家分享一道好处多的说不完的做法 把剥下来的玉米须放入碗中 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 再加入一勺食用盐 下手把玉米须抓洗干净 别看它表面干干净净的 其实多多少少会沾染到一些灰尘和杂质 而食盐能够有效地去除表面的农药残留 所以在食用之前一定要把它清洗一下 这样吃着放心也健康 最后再把洗干净的玉米须控水捞出 挤干水分 再把它装入碗中先放一旁备用 紧跟着再把车前草和玉米须倒入锅中 然后再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 水的量以次性要加够 中途不要再加水 要不然会影响它的口感和作用 在这里没有电锅的话 也可以用养生糊或者是砂锅都可以 但是千万不要用铁锅 再给它盖上盖子开大火让它煮开 水开之后再转中小火 给它煮上15分钟左右 把玉米须和车前草里面的营养成分 充分地煮出来 这样不仅口感好 效果和作用也更加的好 时间到了之后我们打开盖子 哇 好香哦 一股热气腾腾的玉米清香味扑鼻而来 整个厨房都散发着食材的香味 这时里面的营养成分已经全部的煮出来了 汤水的颜色明显比之前深多了 惊狂惊狂的 亲爱的家人们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麻烦动动您发起来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与鼓励 像这样一道非常简单 营养又好喝的 玉米需车前草煮水就这样做好了 现在里面的营养成分已经充分的溶解在水中了 光看这颜色就非常的好喝 把它稍微放凉之后装入碗中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这样做的汤水不仅营养丰富 而且口感喝起来也非常的纯正 既有玉米的清香又有车前草的鲜美 最主要是把它们两者搭配在一起的好处真的是多的说不完 如果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那就赶紧点赞收藏起来试试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